西安市长安区有一家餐厅门口的玻璃上贴着一张A4纸 上面写着人在外遇到困难是难免的 本店免费提供晚餐 只要你小声告诉店员要A套餐就行 面对这一暖心举措 10月10日记者对该餐厅进行了探访 了解这家餐厅A套餐的故事 这是一家金银烧烤的店面 老板名叫张小军 今年41岁 据张小军介绍 自己是一名下岗职工 在社会上从事过出租车行业 今年2月份与家人商议后 便开设了这家烤肉店 在经营过程中 每天店内炒米炒面等主食都有剩余 为了避免浪费 在今年5月份便开始在店门口 张贴了提供免费晚餐的纸张 希望能够帮助有困难的人 这个项房子就是我自己项的 也都做的 然后你家里边人 还有朋友 还有店里边阳光也都挺支持的 就是这样子 做自己能做的 做这个社会需要的 纸张内容中的A套餐 其实是一个暗号 碍于情面的顾客 只需说出套餐两个字 或者只一指 门口的纸张 店里的服务员就知道顾客的需求 然后会为顾客送来一碗炒面 或是一份炒米的主食 张小军告诉记者 二十多年前 自己曾有过挨饿的经历 当时受到了好心人的帮助 倍感温暖 如今自己有能力去帮助别人 因此想将这份温暖传递下去 记者现场看到 纸张张贴在大门口显眼的位置 方便有困难顾客能够看到 走进店内 十来张桌子整齐地排列着 显得整洁有序 店员们正在准备着 晚上经营用的烤肉等食材 提起老板张小军的这一暖心举措 店员们也备受感染 我们张哥是一个比较富有爱心的人 平时生活中他特别帮助大家 就是对于这个主食 平时浪费比较严重 他提出的就是贴张纸 去帮助所有需要帮助的人 我们对于张哥的这种方法比较称赞 我感觉特别合适 也减少了浪费 也帮助了别人 我感觉应该特别支持 我们大家也特别支持他 张小军表示 为困难的人提供一份免费的晚餐 经济上完全能够承受 实属举手之劳 也为之感到快乐 他说只要店面开下去 就会一直坚持做下去 同时也希望受到帮助的人 把这份正能量传递出去 让更多的人得到温暖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